來 問一下Amanda老師 老師 哪一些星座的父母 就是點心虎爸虎媽 看一下自己星盤當中的太陽 以及跟我們每一個人的思考 表達方式有關的水星 還有上升星座 這幾個部分來觀察 什麼樣星座特質的人 比較可能是虎爸虎媽 好 第三名 如果太陽 水星跟上升 是在天蠍座的人 原因是因為 愛的教育鐵德紀律 我爸是天蠍座 您父親就是天蠍座 他就是天蠍座 那很嚴 對 因為我們來講 天蠍座特質的人 我們常常講他就是愛恨分明 今天假設是隔壁王伯伯的兒子 其實你以後好不好 完全不管我的事 我不關心 但是今天你是我的孩子 孩子 我希望你未來會很好 所以我必須要用 跟別人相處 別人父母管教 更嚴厲的方式 可能嚴厲個 兩百倍的方式來對待你 也就是說 他對我們的愛越重的時候 那個棍子 那個嚴厲的程度 就會越重 而且天蠍座的人 我們常常講 他們如果願意講情話 願意關懷你的時候 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當他要用一些 比較嚴厲的言語 來表達的時候 那種一針見血的程度 如果言語表達 可以這種一刀斃命的話 天蠍座絕對是 這個其中排行榜前三名 如果我們自己是天蠍座的話 我們怎麼樣避免成為虎爸虎媽 可能就是讓小孩知道說 我對你這麼嚴厲的懲罰 是因為我真的愛你 我希望你未來表達更好 就是你跟他小孩之間 這種情感的互動 可能要多多加強 好 那麼第二名呢 如果太陽水星會上升在獅子座的人 會成為虎爸虎媽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決定不容質疑 好 這個一樣潘老師 自己本身有獅子座 自己本身也有獅子座的特質 我們常常講獅子座特質強的人是什麼 我不用講話 我只要一站出來 我就很耀眼 就會吸引眾人的目光 事實上這也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講獅子座的人 他很具有這種領導者的風範 尤其是在大家這種很多事情不能決定的時候 他們就會跳出來做決定 好 今天一群朋友出去吃飯好了 不知道晚上要吃什麼 這時候可能潘老師會跳出來 走 我們去吃牛肉麵 沒有二話可說 好 會有這樣的特質 同樣的在身為父母的時候呢 他們也會覺得什麼 我來做決定 他們很習慣做決定了 所以他可能會跟他的兒子說 欸 我已經幫你找好小提琴的老師了 你下個禮拜五開始上課 或者是就直接跟女兒說 女兒 你這麼喜歡畫畫 這麼喜歡這個圖圖模模的 要不然你就去念美術設計好了 就句點了 就是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多給孩子們一些他們自主決定的空間 對 這可能要提醒自己的 好 那麼第一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摩羯座的人 好 原因是因為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那我這樣 好 對 佩儀姐上身 還有浩宜 浩宜有很強烈的這個 摩羯座的特質 好 我們先講摩羯座的人 在他們自己是小朋友的時候 絕對是循規道舉 非常守秩序的小朋友 蛤 摩羯座我們都不用打 從小就乖喔 對 他們其實從小是很乖的 真的喔 因為說他們骨子裡其實是聽話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服從長輩的命令 媽媽說 你們回家之後一定要先寫好功課才能開電視 那其他你說獅子座的人絕對誰管你啊 我想看我就去開電視了 但是摩羯座的人呢 他絕對會乖乖的功課寫完之後 這個筆記本收好了才會去打開電視來看 所以今天當他們年紀見長成為父母的時候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在意經驗跟這種 我們講倫理的星座 他會認為今天我是爸爸或是媽媽 我的經驗 我所說的話 你們就應該要遵從 好 就是他們自己很服從長輩 所以他們也希望我們的晚輩能夠聽我們的這些話 所以他會希望他的孩子們是我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會提醒這個有摩羯座特質的人 就是一樣 你在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會有這些規矩 對他們來說規矩非常重要 好 我有這個底線 我設這些東西都是為了你好 你只要不踩我這個底線 按照我的這個步驟 我的規矩來做一切都好談 所以可能要讓孩子知道說 我訂這些規矩是為了你好 好 不要用那麼嚴厲 你只說 你就要聽我的 我是長輩 我是媽媽 你就要聽我的 如果可以跟孩子多多溝通 這樣子互動會比較順暢 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